郭台铭今天有动作 有一个非常热闹的场子 是他的感恩之旅出发了 就从台北出发 这一站里面我们看到 抢得很快 是有一千个名额 但是不到三十分钟 你要报名已经就额满了 今天这个场子我们来看 脸书同步直播还要送小礼物 他的盘算是什么 今天场子热不热 我们一起来看 高举双手鼻出大拇指 郭粉尖叫声没听过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 不选2020后首度露脸 跟各位说一声 对不起各位 对不起 深深疑局攻向郭粉道歉 虽然不选总统 但郭台铭也直接宣布 他的下一步 虽然不能当一个总统 但是我们在立法院 可以控制很多 这个对老百姓需要的事情 强调要转换战场 让郭科联军进攻立法院 看起来超有自信 而郭董的场子 当然少不了这一个 带着所有人唱国歌 大大的国旗秀在后方 但就连流行歌曲 也难不倒郭董 唱到一半郭台铭 还直接走下舞台 和郭粉一个一个握手 而这场见面会 郭粉早就期待已久 不只提早三小时就来排队 郭粉还自备手板 国旗力挺郭董 人多到还开了第二现场 郭台铭还得两边赶场 两个会场加起来就突破千人 但这场感恩会 却不小心变成批韩大会 大龄分子的总司令 公然帮这种烂行为 给他一个什么 假韩粉的什么 合法化的借口 痛批韩国又毫无作为 这些媒体的黄光琴的老公杨文嘉 一想到韩粉威胁要伤害他的孩子 气到忍不住哽咽 而郭台铭发言人话说的更是直接 我们是经济选民 知识选民跟中间选民 都不会投韩国瑜对不对 郭粉团结大喊 不管怎样就是不投韩国瑜 而这场感恩会和王金平友好的 国民党及前立委如嘉诚还当起工作人员 摆名不挺韩 这样看来就算郭台铭不选 国民党的分裂危机还是存在 接下来全台各地 郭董感恩会将不断登场 也挑明了2020这一局 郭台铭还是不缺席 一中老师我想要请教 就是说因为郭董他现在总统不选了 但他的确是他要郭振英的人 他要进军国会 那他这一个感恩之旅 你觉得他盘算的是什么 就是这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说对郭董来讲 因为他宣布不选 那确实他们老虎军团 包括很多郭粉是很失望的 你要知道他好歹二十几%的至少 心情要安抚 对 这种是安抚 所以就是说跟这些粉丝们 就是安抚一下情绪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启动 全台巡回跑透透 我觉得他先试水 北中南克试看看 看一下郭董在 虽然他宣布不选 那他在民间的魅力到底如何 怕死人 我有去报名 你有去报名哦 报不到啊 就真的 等一下你要问是说 你什么时间点报名 你唱歌 你是要怪什么 我在差不多也是三四十分钟 就一个小时以内 我就去按了 我一个朋友脸书就说 他报名成功 另外一个说他也报名了 然后我就跟着按进去 结果就没有了 所以他那个是 什么三十分钟 一签个名的那是真的 我就去 就表示说 你看今天下午的那个场子 还蛮热络的 然后又送东西什么 你就表示说 对郭台铭来讲 他确实是有一定 还是在民间有一定期待的魅力 我觉得是说 有一群民众就是不满蓝绿 这一块可能是 郭台铭的传统支持者 但问题是对韩国瑜阵营 他们一直忽略一件事情 他们也搞不清楚 就是说 他们一直以为 郭台铭不选 郭台铭只要离开我们的选举 那这些票就会回到我们身边 那我们看这几份的民调 郭台铭已经宣布退选了 立世的 这么多次的民调 韩国瑜的民调就是卡在那边 所以可以证明一件事 这么多民调就证明说 郭台铭的票跟韩国瑜的票 郭台铭既然有这么大的 强大的支持者 他必须要不断的去凝聚他的共识 那也许他的区域立委他选不上 可是 最像郭台铭自己讲的 他现在是对政治有兴趣 他不见得要亲自下去选 可是他可以 未来的这几年 对台湾提出一个国政 所以他们会搞一个 类似像中下政经署 然后不断的去吸纳 壮大他所谓的这些第三势力 也许在今年 他的第三势力量不够大 但不代表他未来的力量不够大 因为这个社会对于 你知道你只要执政就有包袱了 立委金党 不管你做得再怎么好 你执政者就是改革 就是有包袱 同理嘛 你郭民党你主执政 过去执政就是有包袱 所以真正没有包袱 就变成是郭台铭这一群人 很多人说 那郭台铭到底哪里好 相反的有人问说 那郭台铭哪里不好 就是说 他的优势就在于 因为他没有接触过 我们就举例 就像确定的韩国瑜 韩国瑜讲了一堆空话 韩国瑜到底哪里好 他没有做过之前 都是好 那只是做了以后 有梦最美 当时的状态 同理可正 因为郭董他们现在就是没有做过 所以他现在讲的这些东西 都成为一个梦想家 所以去年的梦想家 也许是韩国瑜 那去年的梦想家 也许是郭台铭 那郭台铭还是 他也能做过 所以他可以一直保持 这个声量跟空间 对政治 你要搞政治的人 就是要必须创造声量 所以他也知道 柯文子在吃他豆腐来 他不是劲头 他也是劲 但是他也知道 你对不对 你要跟我拼 但是我觉得郭台铭这一点 他这一点我还算欣赏他 就是他算是有意气的人 一直在那柯文子被搞他批 但是呢 基于说你柯文子之前说要 答应要帮助我 这是事实 那如果郭董我真的参选的话 柯P是愿意帮助我 所以他面在这一份情 所以即便 包括像蔡壁如讲那种话 非常不得体 后来开 虽然开启者会道歉 可是后来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郭董他会愿意 还是会愿意支持柯文子 就是面在那个 我刚刚讲过去的旧情 先借我一下 大家都很有感 因为这一题为什么有感 那么讲 当然这里面有人情意理 就是说 有郭台铭要还柯文子的部分 可是他也很实际 这里面有共同的利益 就是郭台铭是退出了 退出了总统大选 可是他并没有退出政坛 那他们两个人的 共同的利益是什么 就是蓝绿的政党不能过半 因为蓝绿一定会有一个总统 两个候选人一定会给人家当选 那如果在政党过半 他们是绝对优势 所以对郭柯的共同利益 因为要记住 郭台铭毕竟是一个商场上的枭雄 所有人跟郭台铭做生意 其实是痛苦的 就是你要赚过台铭的钱是很痛苦的 没有那么容易的 你想想看一个在商场上那么精算的人 每年会看你的获利能力 来决定我跟你合作的价格的人 他在政治上 他赶得掉这个习惯吗 他一方面在人情意理上 他要还柯文哲 二方面来讲应该有共同的利益 所以他们这一组 未来还有很多戏可以看 那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 因为还有戏可以看 相对来讲对蓝绿也是考验 因为你看他到时候 因为他们擦旗子的事情还没结束 到时候你在看他们怎么擦那个旗子 他在区域的部分他不需要赢 可是他要乱蓝绿两档 你一定会很精彩 那我为什么强强讲 就是说你要记住 这两个人 一个自恋到认为自己是绝顶聪明 那一个他是实打实拼的商场枭雄 这两个人合在一起 就是要把郭坟跟柯坟两个人汇集起来 他就是要做一件事情 他的第一顺慧就是要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过本 来范老师 你看就是说 的确我觉得郭台铭的确是 肖雄 那柯文哲也很自恋 我都这样 所以这两个人要合作并不容易 因为两个人都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 你看那个 但是我觉得政治很现实 9月10号那天 蔡碧如跟这个蔡庆渝去中选会 那天大家看那个场面是什么 蔡碧如走在前面 蔡庆渝像个小跟班一样 然后媒体来赌麦 蔡碧如整个控制全场 不要讲我们要走了 就完全 蔡庆渝就完全没办法讲话 但两个人的政治的这个分量 当然可能也不是很够 为什么那时候蔡庆渝 那时候蔡庆渝认为说 你郭台铭要选总统 你没有靠我 你不行 是你要拜托我 所以那个时候蔡庆渝的身世就不一样 昨天完全不一样 多漂亮 昨天蔡庆渝 来手版帮我拿一下 昨天蔡庆渝变小妹了 蔡庆渝扳回一城 你看十几天终于扳回一城 我们什么时候看过蔡庆渝 这么亲和有礼 对 那为什么 你现在我柯文哲要选总统 要看 靠郭台铭 所以这个 但是我必须要讲 他们这几个人 我不想像宋楚瑜也好 柯文哲也好 或王金平 或者是 郭台铭这几个人 他们这种 他们的整合 没有 不是什么信念的整合 也不是什么价值的整合 我觉得我们 他们也不相信这种东西 他们只相信实力 可是我必须要讲 一个政治如果没有价值 没有信念 那个是很松散的 很脆弱的 很容易破裂的 郭台铭有什么价值 没有价值 柯文哲也没有 宋楚瑜有什么 宋楚瑜本来是国民党的 我们聚焦来看郭台铭 因为他已经说 他申请退党 那退党之后 居然还被喂留 然后现在急转直下是 又转了一个弯 现在国民党 吴敦毅就说 好啦 我就是会批了 那感觉上 到底是 为什么前面要喂留 后面又已经 确定要准了 是因为热脸贴 冷屁股吗 我们一起来看 27号晚间 国民党发声明 党主席吴敦毅 批准郭台铭的 退党申请 我们很珍惜这个很好的党员 所以其实是有多次的为了 我接受到你们非常重要的讯息 郭先生他很盼望能够让他离开这个党 分手成定局 然而回顾两周前 9月12号郭台铭退党声明一出 蓝营怕他要选2020 狠话说尽 当不是菜市场 不是郭董说走就走 25号中常会 却又突然做出 要喂留郭台铭的决议 事隔两天 再翻盘 成全郭台铭 因为就算强留 也是歹系 双方关系早就回不去 我们不想用恐怖行人来形容 他是希望说 大家就是好聚好散 他现在已经不是党员了 但是我相信 我们殊途同归 吴主席对郭台铭姿态放低 大概全为蓝营选情 因为现在不止郭粉不回归 巨头韩国瑜 播客合作 抢攻国会席次 也将冲进蓝营立委不拘 其他我们不可能 约束一个已经 不是中国国民党党员的人 所以你只能为谁站台 不能为哪些人站台 相较于郭台铭 无党一申请 国民党纠葛半个多月 终于放手 不再狗狗敌 蓝营对郭台铭退党 造成的杀伤力 恐怕还得伤脑筋 好 之前被魏柳 看到郭伴发了声明说 吴敦义你言而无信 出尔反尔 然后现在呢 真的注销党级之后 其实还要经过 中场会的程序 但是他知道说 你会批我同意 他们的声明 变成四个字 海阔天空 你以后再也不要用 什么党级来绑住我了 这是不是一个危机点 我看郭台铭先生 他在我们这个礼拜三 其实宿党部 已经把他送上来 可是宿党部的决议 是他的建议案里面 是谁未留 所以中央党部 在那个暑记点 罗维请教了吴主席 吴主席的决议 就是来尊重宿党部的决议 未留 其实这是礼拜三 两三天前的事情 那道于昨天 就是变成是一个 住宿党级 那住宿党级的眼睛 不外乎 就是郭台铭这边 还是想着说 我决定是要走的 那你既然真的是 这么有决心要离开 当然我们是努力 努力再三地想请 郭台铭先生 就留在国民党内 不成了以后 就让你走 让你走的结果 当然就会变成说 国人拚国人 这个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 我想要跟你请教 因为其实郭振营说 这是老虎军团 正是粉丝支持者 他们提出说 我们要办一个投票 十大黑锅立委 就是说 你们那时候挺韩的 然后黑锅台铭的 他通通都要秋后算账 那他是透过票选的方式 想起码要轻轻 也就是说 挺韩立场很鲜明的 像你本人挺韩立场 蛮鲜明的 你到时候票选被注意到 你就会被盯上 你就是十大黑锅立委 他们是要把你下架的 这个不是说 谁要下架 谁就能够下架 这个还要看 人鲜明的决定 那注意说 是不是有什么 这个十大黑锅立委 什么之后 我是还没有听过 因为在初衔是这样 各注有各注 他租储的对象 就好像赖清德跟蔡英文 他在初衔 也有租储赖清德 也有租储赖英文 那你不能说 这个蔡英文已经上了 那你这个全部 赖清德就要全部来 下架挺蔡英文的 这个这哪有可能的事情 这是没法就这样做 因为这是住家人 是党内 有五个候选人 只能出一个 那谁能速度来攻打一个 这个是一个笑话 所以我看看 这个是不成为一个前提 在谈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奉心 应该是不注意 所以起码理念相同 郭台平跟我的理念 也是一样的 我们是中华民国派 这是生成这样做的 哪有可能 说你要下架 我要下架谁 我看将来我们还是有 很多合作的空间 我想请教有名委员 因为我们在看说 刚刚这个吴敦毅 他也 那他就批了 但是在这里面 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他自己是党主席 然后现在说 有一个呼声是 要叫韩国瑜来兼副主席 而且这一个 他是用吴敦毅自己 三月时候 他说他不选总统 他有特别讲到一段 就是说 可以让这一个出现的人 来当第一副主席 所以党务还可以有接轨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感觉上 不是说要叫他党务接轨 而是在逼公吴敦毅 好像要让吴敦毅 有更多权力 可以释放给韩国瑜 就是说韩国瑜现在是职位太少 我想他现在问题不是职位太少 他现在问题是代职参选的问题 我们这几天不是在讨论高雄市议会抽签吗 今天黄捷还被韩粉呛 就是说他们参加一个活动 韩国瑜走了之后 韩粉就围上来呛黄捷 我这边要提 如果黄捷 林玉凯这些议员 在受到这种 他们是正常的在问政 不正常的是韩市长 如果以后再受到这种打压 就为韩国瑜试问 我意思是说 韩国瑜不是位子不够多 他是总统候选人 现在又高雄市长 现在又兼了什么 国民党副主席 真的这能救他的选情吗 他的问题就是代职参选 他应该把高雄市长持票 专心做他的总统候选人 不要搞到什么高雄市议会 质询还要抽签 这是世界上哪有个地方议会 甚至其他议会会是这样在做的 我觉得这个事 已经在为败选做准备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没有总统位置 我还有市长 党务怎样 不是还有个消息说 什么吴敦毅要排部分区第一名吗 对不对 我建议国民党 真的把吴敦毅排部分区第一名 你还要听听看吴敦毅他怎么说 吴敦毅他说 他要思考他不能一次就说拒绝 对啊 你就知道他很想要啊 对不对 我建议国民党真的把他部分区排第一名 真的好好排 看排出来以后是什么样子 台湾民众其实眼睛都很雪亮 大家都知道能力过去做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吴敦毅跟韩国瑜之间 已经不是在为了整个国民党的总统大选的局在做什么事 我觉得好像都在为败选之后 每个人的位置在做准备 我觉得韩国瑜再加更多位置都没有用的啦 其实韩国瑜也没有讲说我要去当副主席 因为总统兼主席 那是以前马英九的时候 我们的党商就有这样做决定 那这一次 这一次呢 就把它解除掉了 我们已经在中堂会前代会都通过了 就是总统的这个当选人不一定是党的主席 已经解除掉了 那换句话说呢 你吴敦毅还可以继续当主席啊 如果是韩国瑜当选总统 他还可以当主席啊 这不用奸了 那至于说韩国瑜有没有讲说我要当副主席 没有的事情 他已经非常疲惫了 这是深的啦 这是实在的事情 要说国家的说 每周三的台湾只开这个会就没法选了嘛 所以他干嘛还要当副主席 这不知道大家来的方向我也不知道啦 那这个是这一个报纸 挺韩报啦 挺韩报的建议啦 这一个报纸 风讯力应该有吧 这个消费员你每个都看的啊 对啊 我说没跟我讲是这个报纸 那我觉得这搞不好是既定的政策方向 这不是挺合理哦 这不是挺合理哦 他不是韩国瑜报嘛 他是中国赎报嘛 哈哈哈哈 但是用意应该是蛮明显的啦 那我们现在在看到一个局势在走 其实因为这个景田委员你是蛮挺韩的 但是我们看看有这样 他也是国民党的 这个李正浩 他是国民党炒贤联盟发起人 但是呢 他是这样看整个韩国瑜的局势 我请教嘉清姐 因为他这里面有讲到说 韩国瑜民调跌到25%的防线之后 过去呢 如果守不住25%会出现一个雪崩式 而且呢 他认为还会跌到断头的15% 那这个当然影响就会非常的大 而且呢 这个褐颜 就是有韩的这个报纸 他就讲说 宇宙震撼 韩的民调已经来到死线保卫战 也就是说 这一个25% 其实是一个非常危机 然后他就继续分析说 你看啊 褐颜的立场 也在跳船 包括有头号韩粉也在跳船 那未来立委的部分会不会跳船 地方派系会不会跳 美国已经跳了 如果说中国也跳 那可能连幕僚 你找不到也都会跳 怎么看整个局势 嘉清姐 当然这个 这个什么草盟的李正浩 他当然他不是有太多选举经验的人 那可是他讲这番话是有意义的 他讲这个话的意义在于说 他凸显了韩国瑜到目前为止 他无法整合内部 所以有包化朱立伦在内 一直都说 没有啊 什么朱韩配 什么韩朱配 没有的事就是没有 不存在 不存在 对不对 那可是私底下 朱立伦却跟郭台铭方面的人马 互动还是很不错 对啊 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这样子 李正浩讲的这个东西 他其实是在点韩国瑜说 你现在如果破25% 那就会重判清理 因为大家认为你已经死于一条 救不回来了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那我跟你玩什么呢 包括立委都要跳船 这是事实啊 你看看今年 我觉得四五个月前 那个气势就完全不一样 对 四五个月前呢 我跟很多国民党的这个要参选的立委呢 同台的时候 哇他们讲到意气风发 每个人都 好像那个胜利在望啊 怕老有风啊 对啊 然后讲到韩国瑜脸上发光啊 哇 最近跟他们同台的时候 发现都不是这样的 每一个人都变成 说得非常小 然后要替韩国瑜辩护呢 声音也变得很微弱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以这样的状况 他们现在 某些人还是 事实上还在期待说 郭台铭参选 搞不好还可以救他们 而且啊 因为两边一起动员 说不定南军出来 投票意愿会大幅往上走 那其实讲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说 他为什么点到说 组织的部分也会崩溃 很简单 因为以现在 最不会崩溃的就是韩粉 那韩粉这一群呢 不是国民党过去的组织盘 可以去handle的 可是这群人呢 都只看韩国瑜 那这些韩国瑜也不用下什么资源啊 他就永远稳稳地在那个地方啊 可是如果你要做组织盘 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萧景田委员最了解的 对吧 过去做浪费啦 在基站 在敲盘的时候 他就知道没有组织盘 没有组织盘 地方要怎么崩溃 国民党的组织 要有组织盘 不才能走 不才能崩溃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目前为止 那这个如果大家看死亡不对了 我钱就不要落下去了嘛 我钱如果不要落下去 组织盘就不会崩溃 组织盘就不会崩溃了 所以今天是在讲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大家都会看嘛 我今天要倒株 你如果有30%以上的 又有拼命喔 我继续倒株 可以喔 最后还有一点人情在嘛 可是如果25%以后 那我们的倒株就是完全是 漏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这个棒最老啊 所以在这样的结构当中呢 我是看到说 包括中时 这个民调是中时做出来的 25% 对不对 你说今天如果是绿营的啦 或者是清绿的什么什么 智库啦 学术单位 大家就可以再插催去嘛 但现在是中时做的啦 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 难不成是蔡董要警告 这个韩市长说 你不能再这样 每天在自爆啊 而且你要跟这个相关的人 都要整合起来啦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就我所知 因为我跟国民党很多这些朋友 都搭很有互动嘛 什么政策小组的啦 什么策略小组的啦 什么议题小组的啦 问他的时候 他问三不知 为什么呢 他都说要去问韩国瑜本人 那问韩国瑜本人 你问得出来吗 他说还没有决定 专家纯三个月 一百天就要搞了喔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韩国瑜到目前为止 他资源也不愿意投入 组织也不愿意开打 然后这个 目前的整合状况 都还是里里拉拉的状况 老实说 这也难怪国民党很多参选人 会这么焦虑啦 包括坐在我旁边的这个肖文 我不会我不会 心里大概也是忐忑不安啦 但是我是觉得说 从年初到现在 一路跟着韩国瑜一起这个 往上走往下走的这些参选人 今天的心里大概是忐忑不安的原因在于说 郭台铭点名的十个到底是会最后落点怎么样 这个总是个大家担忧的事情嘛 所以韩国瑜算不掉 有可能是一个 大家好像评估是这样的 可是立委还有一波的空间啊 谁要跟着他一起这个 网破鱼死呢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的结构来说 我认为 最后在11月登记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波 立委 势必会有某些状况 有些很有趣的看板就好了 本来已经上了 最近又下来了 有没有有这个例子很多 其实没有 那今天委员你的扛棒是挂了没 跟他一起的挂 我已经在前天就挂了 跟韩国瑜在一起了 所以这没关系 我都说民调 起起落落 没什么奇怪 还一百多天啊 一百多天这个时间还那么长 你还怕说没有救回来吗 纵然你民调我们现在低一点 可是呢 成绩很高 所以说呢 你说我们家人在讲说 这个什么安装 这个虎皮皮上面 虎皮皮这个 虎皮皮皮皮 这个是不会的 我要跟你说 现在蓝营的一些候选人 这个立委候选人 大家都想不到 想要安装 我还把韩国瑜 要怎么搁走 要怎么又拉起来 再过不久 你就等会看 就说四个 统统是韩国瑜 跟立委的候选人 所以现在是小姬 要搁母姬就对了吗 没有没有 韩国瑜会可以 韩国瑜现在是绑在议会里面 所以他 所以就快死死了吗 快出来剪啊 没有没有没有 那也不能死掉 对吗 光浩哥我请教到底是谁在救谁 因为我们在讲说 副手的部分呢 有可能是一个加分效果 可是我们看看说 以加分吗 不是不是不是 如果是以加分那会很惊人 因为之前在讲说 有一个民调显示说 如果是朱立伦的话 加分加7% 有一个民调显示 但是朱立伦他已经讲了 这个是不存在 不要再讲了 也不要让韩国瑜来困扰 但是我们看看张善政 他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他说有民调机制的话 来看谁能够加分 那意思是说 有加分 我如果是有的 我也会愿意答应 那沈富雄他的评论 他是这样说 其实呢 好了 总统定局感觉上 也不太可能在什么 换柱换瑜 那可是 他说的话 还加一句是说 那国民党 你这个韩朱配 应该是要用朱韩配来取代 你看韩国瑜的声势 已经给你看到这么多了 沈大佬在吃 国民党的豆腐嘛 居然讲出朱韩配就出来了 不论讲 最近大概很多人 都会看到一个讯息 就是高中市副市长李四川 给朱立伦的一个简讯 也有人引用了简讯的内容 那这件事情走到已经要发简讯 而且简讯的内容会外流 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韩国瑜要找朱立伦 这件事情不乐观 韩国瑜也没有人气 当然有人气 否则他不会通过国民党的初选 可是韩国瑜的政治操作 政治手腕 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或者我们说 是一个粗鲁 他的政治操作是非常粗鲁的一件事情 政治是一个很细腻 像 几天委员在地方上就知道 做人的美国很重要 你不能用白的 用白的不会有好的效果 国民党的问题为什么在那里 不是说韩国瑜不强 韩国瑜当然很强 他曾经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制度破百分之四十 但是一直在问一件事情 为什么从破百分之四十到现在 我们在讲不管是二十五或者三十 守不住守不住 一个很关键 就是刚才那个报纸 派那个副主席 抓住无敦意的一句话 三月的一句话 我讲保留一点 在初选过后 韩无之间 对于党主席的职权不分区的事情 没有谈过吗 那这个时候旧话重体是在干嘛 那韩国瑜韩市长在获得初选资格之后 对于三月的那所谓的第一副主席的事情 两边都没有一些默契吗 除非一件事情 就是你光靠韩粉就可以当选 除非你光靠韩粉就可以当选 那韩粉有没有大到这种程度吗 就韩粉到今天为止 韩粉今天是怎么样呢 每天晚上接受教招你知道 我们男生已经当兵 开直播 举方日教招 对对对对 每天都有教招 每天都有动员令 每天都有人在下口号 告诉你要杀谁 到今天还没台说 吴敦意为什么会那么焦虑 因为就韩粉跟光是先不要讲跟其他的粉 韩粉跟郭粉还没打完 还没打完 我没有看过这种选举的 理论上郭粉韩粉不是都是中华民国派吗 中华民国派自己先打 先打一伞嘛 都已经七月十五到现在了 郭台铭也退选了 还没打完 这个是韩国瑜的问题 还是挺韩国瑜媒体的问题 拼命有人在下指导期 讲一句不客气一点的 韩国瑜是要选中华民国总统 你到底今天是你在领导还是在被领导 当总统应该是个领导人 可是青年韩国瑜 自于韩粉自于他的支持者来讲 包括媒体 你到底是在领导 还是在被领导 你如果是被领导 你怎么说服其他人投你 记住 总统是一个领导者 但是所有的一切 讲了那么多 只有一件事情 只要韩粉每天还在叫招 国民党问题就解决不了 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休息一下 除了说这个整合的问题之外 其实韩国瑜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市政成绩单交不出来 分数都被扣光光了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 你会很难想象说 议员为什么不能够监督 不能够执行市长 我们来看这个场景是 时代力量的议员黄杰 他昨天执行市长韩国瑜 他提出相关说 问你在凤山的具体观光政策 你是什么 然后看到韩国瑜 顾左右而言 他当然执行的时候 会有一些火药味 但是没想到说 隔天就是今天早上 有一个场景是 韩国瑜去出席 那个是在凤山 黄杰他也出席 结果怎么样 韩粉冲过来 居然是对他 骂了这个不雅的字眼 议长在现场 劝这个韩粉 不要这样骂人 也都没用 我们一起来看 一群人就指着黄杰 鼻子狂骂 张话以及垃圾 两个字拼命讲 这位是把垃圾挂嘴边 一路跟着议员黄杰 一路骂的紫色上衣哥 另外一位起头的 眼睛男口出狂言 说出绝子绝孙 呛黄杰还扯到 台北市议员呱急 让人摸不着头绪 你看这本子 韩粉三号救赎这位阿嬷 再来个回马枪 冲动黄杰面前拍了一下 警告一位农后 再来是这位 跟着葬家附和的韩粉 这四位长辈韩粉 瞪大眼睛 像是要把人吃了 再用手拼命指 议员黄杰倒是很坚强 全程微笑以对 有民众看得很不舍 这大大的赞 要给勇敢的女孩 最后已经引发 他们要肢体冲突 要冲上来打我 构成说对我的侮辱 议员黄杰办公室发出声明 说要对出口骂垃圾的韩粉提告 韩粉情绪激动 替韩国瑜出气 但这么做已经涉及人身攻击 对韩国瑜更是大扣分 刚刚的新闻画面 你用围剿来形容不为过 但是黄杰他的质询有什么问题吗 他在质询的里面 他要问说 你这个市府团队没有到齐 有一些官员 二月来报到 五月就走了 怎么会这样 还有说你这个施政报告里面 复制贴上居然有八成都是相像的 跟你之前那一份有什么不同 问他说爱情产业人的进度如何 那因为韩国瑜还在扯东扯西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浪费我时间 不要再讲一些废话 跟你拜託一下 然后韩国瑜还反向说 议员我觉得你问这些问题 你的心态都有偏差 然后因为当然你在质询的时候 有一些会交火的部分 但没想到隔天这个场景 居然出现被韩粉整个围剿 不可思议 对啊 黄杰在立法院党团也历练过 所以他很清楚这个质询 其实我觉得他质询都有抓到重点 也没有怎样太情绪性 你看他刚才我们讲说的所谓交火 其实我觉得都算 这是这顺利的净雄 对 都是合理性 而且想想看他还是抽签 连抽了两天才好不容易有机会去问 当时大家都在讲说 哪有市议会是这样在干的 议员想要去执询市长 还要抽签 还要排队 怎样 结果现在上去以后 执询的内容还要被韩粉呛 这是凤山的活动 黄杰是 凤山的议员 对 该却议员 他去参加活动 市长也有来 市长一走以后 韩粉呛就涌上来 所以我才提醒 我们在该地的议员 就是说 真的人身安全要注意 这都还有摄影机拍到 公众场合 你在韩粉呛呛太激动或怎样 会不会有什么 因为他们也去提假处分 觉得说这个不能执询 是太奇怪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讨论都是公共政策 我真的提醒韩国瑜 你是高雄市长 如果议员出事 市长要不要负责任 而且还是因为你的知识者这样做 他要出来讲讲话 我现在比较担心到选前会不会更激化 现在离选举 刚才肖委员一讲 还有一百多天 会不会更激化 你如果激化成这样子 我真的是完全可以理解朱立伦 为什么赶快出来说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韩朱沛 他如果真的还有韩朱沛 一点点讯息出来 那韩粉会对他怎样 因为这个被围剿的 包括马前总统 他就是在那一个场合 然后后来有一些解释之后 然后他说不会帮他站台 有这样的思考 又被出炒 有安全问题 有安全问题 其实很简单 那以后你真的是让 这个白色恐怖重回高雄吗 所有有咨询韩国瑜的议员 如果真的是咨询到要点 离开议会以后会不会 不是离开议会 听说韩粉还冲到议会里面去 那台湾民主政治 不是进入黑暗期吗 或者是私讯 现在还会冲到现场 冲到议会 我真的是比较担心 激化以后 越接近选举 你知道 真的 我真的是希望 韩国瑜你就把市场辞掉了 你不要把戴赛高雄 市政不进 结果连市议会 这种最基本的地方民主 都做不下去 我觉得高雄真的是 因为韩国瑜被害惨了 一中老师 像韩粉这种水准 因为他们不只是 其实我们看是有一个脉络 一开始他可能躲在键盘 然后包括私讯 包括打电话 其实那个议员 很多的服务处都有被围剿 那现在变成是 你在现场的时候 议员出席活动 也会被这样 我把它称为 韩粉困境 困境 对我们在政治学上 有一种叫囚犯困境 那我把它称之为 韩粉困境 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 他们有困境 他们兴奋得不得了 没有没有 这是对韩国瑜来讲 是一个很特殊的困境 就是说 臣也韩粉 败也韩粉 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韩国瑜 韩粉最大的特色就是 韩粉出征 寸草不生 他们把自己当作是 一个军团的概念 他们旗下还有分四天王 四天王 那一天在 前两天在高雄市议会 不是有那个 什么人虎阿虹 他们自己还分军团 然后每天晚上叫招 就是军团彼此之间的动员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那但是如果你今天 只是用在支持你的候选人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本来候选人就需要粉丝 可是问题是 韩粉的问题是 他们支持了以后 他们会去攻击 其他所谓的非我族类 那攻击其他党的 攻击其他人士 甚至也攻击了自己人 这个对韩国瑜很伤 你知道为什么 第一个他攻击其他党 比如说今天早上攻击黄姐 韩国瑜现在才好不容易 要靠高雄的这个 直询要准备要来翻身 因为他过去在这边跌了一跤 他说要翻身 结果你今天早上这个画面 你觉得从一般民众看起来 会不会觉得什么感受 韩粉不算 一般中间选民会觉得说 现在连议员都要这样子 背人家这样子 就是走在路上都 身家都有点危险 那个大妈是这样 她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对你这样 下次我就可以直接打下去 那一般民众看到 觉得说 韩国瑜的人这么可怕 那这比这样算谁 难道算那个大妈 不是 又在韩国瑜那边又要扣分 所以那第二个 韩粉还有个问题就是 他们连自己人也出征 刚刚讲马英九 马英九虽然说 可能说之前跟郭台铭比较要好 但是他都已经站到 韩国瑜的场上 结果被虚下台 那这个东西你对 你们韩粉连自己 自己国民党 中华民国派 你们都不卸的时候 那个票就只能不断的流失 那问题来 对韩国瑜来讲 他现在困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 韩国瑜过去 我们说他是庶民总统 接地气 他现在确实接地气 他接了韩粉的地气 他只接韩粉的地气 所以他只看 属于他的那个报纸 跟属于他的电视台 跟接触他的韩粉 所以对韩国瑜来讲 他活在一个自己的困境 难怪沈志会讲什么 韩粉立委沈志会说 韩国瑜现在民调低 是因为很多我们的支持者 在接电话的时候 不想要露出讯息 我们要隐藏 我们怕人家知道说 我们支持蔡英文 支持韩国瑜 所以我们故意说 我们支持蔡英文 这种东西 我觉得你会信吗 不是 这种东西 这种话都讲得下去 真的 这种国民党的议员 对啊 沈志会讲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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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止一个 好几个都这样讲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 出题说 你韩国瑜 整个局势完成这样子 那好 你韩国瑜今天要怎么玩 你没差 讲来念你玩完 你还有高农市长可以当 那现在我是在帮他的国民党 那些跟着他选的那些立委担心 你们难道要活在一个 同温层的泡泡 然后继续放任 但是韩粉又有种特性 韩粉又有种僵固性 韩粉的特殊性 我觉得韩国瑜 你有负很大的责任 你应该要率领你的韩粉 支持我 然后支持我的候选人 然后不应该去霸凌这些 即便我都会霸凌 所以我是脱衣服卖书的人 我爱到你吗 因为我好心在帮你 韩国瑜看有没有办法 把你民调拉起来 就现在说我 在那边乱讲话 所以 郁作 他霸凌有什么 三三造势 王金平讲 王金平那时候 帮韩国瑜够贴了吧 上去讲多久 被虚下台 很久被虚下台 刚好而已 因为我们刚看到那个画面 其实你的冲击性会很大 那我今天我在外面走动 可能会有这个危险 我今天去议会质询 因为他们也杀进到议会里面了 而且呢 之前有一个这个邱军选议员 他在现场的时候 刚好那个人武阿虹 他杀过来 那大家很担心的是 他好像一副要来打架的样子 虽然说没有真的这样 但是在推及过程 现在必须大家议会怕 这是韩粉的数据 我觉得韩粉的确是 可以好好来作为 学术来研究 学术研究要写一些论文是不是 他们这种组成的分子 还有他的这个 但你也必须要讲 说韩粉它具有个特质 它是跨族群的 很多人认为韩粉 可能比较多是外省族群 眷村军工教 可是我们昨天看到在高雄 那些大概是比较在地的 所以他不是完全 好像是没有扩张性 他还是有一定的扩张性的 第二就是说 他们这两天是在 整个高雄市议会 在那边帮韩国瑜造势 当然昨天稍微好一点 前天是 只要是民进党或在野党的 这个议员 咨询韩国瑜 他们就比倒战 这是在那边喧哗 这是什么 这是违反了一个 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原理 你在那边 你坐在那边静静的听 对不对 那如果你支持韩国瑜 韩国瑜讲话完 你给他鼓掌 这个他都可以接受 可是你不能够去干扰别人 去咨询 但是我觉得 这也是韩国瑜 他为什么 他虽然在调 可是我认为李正浩说什么掉20% 我觉得到20%以下不太可能 但是他现在的警讯就是说 他掉的是慢慢掉 那我也讲过 这是国民党的问题是什么 韩国瑜掉的不够快 绑在一起一起死 他掉的 他如果像红袖珠掉的很快 国民党还可以做临时处理 还可以换那个株力轮上去 你现在变成掉的不够快 是个危机 你掉的不够快 而且韩国瑜他现在也要 也要让大家觉得说 我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他也很怕 国民党里面会有人跳出来 开枪说 那是不是就换朱立伦 或者朱立伦为政 你为父 这种声音会出来 他现在不能让这种声音出来 他要消毒 他怎么消毒 他要制造大家的信心 那怎么办 请假 他应该告诉大家 我如果请假参选 局势不一样 我现在是还没有开始选 我只有假日而已 可是如果我礼拜一到礼拜 我也去选的话 会不一样 所以他给国民党的信心 所以我觉得 因为现在他还没有请假 我们来看市政监督的部分 因为他有在这个里面 特别提到说 他市政报告 电竞的部分要好好加强 不过12月的电竞嘉年华 已经取消了 他怎么会不知道 然后他说要翻转 大家不知道的产业 要提升电竞产业 但是却说 小时候很多父母亲 都跟小朋友说 别怕电动 你如果打电动的话 没有前途 又会耽误功课 但是这个部分 居然也有人翻出了一些时间轴 要打脸他 我们一起来看 市政府大力推动电竞产业 将来一定会蓬勃发展 连续两天的市政报告 高雄市长韩国瑜都提到 要发展电竞产业 还加码在自己脸书po文 提到小时候 许多父母亲都会跟小孩说 不要打电动 打电动没前途 又耽误功课 但这样的说法 让PTT名人四叉猫 也发文质疑 1957年生的韩国瑜 当时台湾根本没电动 我没有相应这种 有这个电动这种问题 我们那个年代 大部分都是 都是穷人家比较多 哪有电动玩具可以玩 不少长辈都说 小时候哪有打过电动 那是有钱人的玩具 同一辈的韩国瑜 今年62岁 又哪来小时候 被父母亲告诫 不要打电动 四叉猫 还在脸书提出 时间点佐证 1976年 当时第一台 可换卡夹的家用主机问世 台湾没代理 当时韩国瑜19岁 1977年 亚达利2600家用主机发行 但售价199元美金 相当贵 韩国瑜20岁 1978年 太公侵略者 阶级游戏发行 韩国瑜21岁 1980年 七代戏游戏机发行 韩国瑜23岁 同一年 小精灵阶级游戏发行 封名台湾 直到1983年 任天堂红白机发行 造成任天堂风潮 当时韩国瑜早已经 26岁 韩国瑜市长有一种穿越错误的时空 我认为韩国瑜市长 应该说谎前要打个草稿 才不会让人家笑掉大牙 其实韩国瑜之前7月份也曾经说过 22岁的第一张选票就是票投民进党 但问题是民进党1986年才成立 1979年22岁的韩国瑜到底票投给谁 也引发讨论发言PO文老是出包 让韩国瑜的时空穿越又多一桩 其实为什么四叉猫跳出来 感觉整个网路上面的风向 都很多人在哭守韩国瑜 这边还有一个哭守韩国瑜的事 有天才网友 他帮他搜集说 韩国瑜动算之歌 这里面有一些歌单 那歌单里面蛮有趣的 有一首歌叫韩国 一首叫鱼 你为什么说谎 为什么背叛高雄 要向北方 刚好都可以串成他的名言路 不过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说 监督市政的部分 感觉上韩国瑜当市长 已经九个多月了 可是他有一些市政 他没有衔接上 比方说他不是要推这个 爱情摩天轮吗 但事后证明说 这个摩天轮可能 跟当初他想要的 那一个方向又不一样 可是高雄已经有三座 那你为什么要盖一个 普通的摩天轮 对不对 其实韩国瑜现在给年轻人 不要说年轻人 小朋友就好了 就是一个印象 叫做为什么爱说谎 其实从小妈妈都叫我们说 做人要老实 爱说 不能说白菜 这句话才是真的 那韩国瑜六十几岁了 不可能他小时候 妈妈会跟他讲去打电动 他妈妈不知道电动是什么 那时候他就没有电动 那韩国瑜呢 最大的问题是 他跟吴欣在市政 他连夜匡时代表 他去参加电竞的那些活动 他都不知道啊 还在讲那些话 所以他一开口 本来是要扳回一层说 我很重视年轻人的文化 年轻人的流行的需求 结果都反效果 包括骂大港开唱 对不对 说这个初俗下流不堪 他造势场合 有没有初俗下流不堪 大家平平理嘛 对不对 Your father My mother 什么有的不的 对不对 Grandmother 都都出来啊 对不对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那今天他讲这个 他现在可能想要扳回一层说 大港开唱就算了 现在我想要打电动 这一题呢 看能不能得一点分 因为少年人对你来说 电动已经不是一个 单纯的娱乐而已 它是一个产业链 它是一个有发展的 市场的概念的产业 那所以韩国瑜不办嘛 所以绑一下这些稿子的人 我想他们也很无奈啦 因为市长就没有时间做功课啊 就要提早下班啊 昨天这个提早下班去干嘛 不过是去看场戏而已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结果国民党就是一定要护航 提早啊 六点就要下班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有一波声音说 国民党的立委很偷懒啊 就是要六点下班啊 以前国民党立委 当然他说没有多数的时候 你看城局搞到九点十点 大家也都在上班啊 大家也都在背询啊 所以韩国瑜到现在为止呢 他最需要的是去拉回年轻的选票 四十岁以下的 还有包括中间选民的 可是他刚刚一路这样表现下来 从高雄市政的不熟悉 不用心 然后再加上呢 国民党党团呢 本来是好心想帮忙都帮到嘛 马屁拍到 马屁拍到马腿上 然后再加上韩粉出征 在大闹异常 这个每一项呢 都如同 这个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稻草已经加了很多根了 我觉得这坨骆驼 韩国瑜这只骆驼 蛮可怜的 你知道吗 天委员来 其实没影响了啦 因为我们的这个族行 这一个是书政报告的书政会主行 第二个是专案报告 第三个是总族行 我在议会很富裕 十多年了 所以议会的运作非常清楚 你说到六点 到五点 到四点 到九点 其实都可以 但是议会是什么 是多数捷 议会是多数拐 不是说我韩国瑜要怎样怎样 韩国瑜是代表政府 议会呢 那委员 因为你说几点都可以嘛 那其实我觉得 国民党团啊 或是说议长副议长 也不用啦 因为其实你就好好地 让大家咨询说 那让他发挥 他市政方面可以表达的 这样也不错啊 不可能 因为呢 那六十几位议员啦 你稍微有一点钟 到十多点钟 没有啦 五分钟而已 如果说你的不限度 不然如果你要拉提早 国民党的议员 可以放弃咨询 不行 那留给别人 为什么要放弃 这样才是一个方式啊 对啊 每一个议员 他背负的 是租籍显明所托付的 我讲得非常好 我非常同意 不是说我做 你国民党还要抵抗 肖委员 你讲得很 对 那到底为什么要抽签 不是这样 为什么要抽签 因为抽签 我跟你讲嘛 就是有一个书证报告的时间 还有一个专案报告 一个总组刑 你这个时间都可以 你这样的时间你不出来 问一些有没有 没有的这个 议员最终大家都给你看 这就有足部 这就一步 你问什么 市长你跟你谈什么 这个大家有目共睹 我也做给议员 我也很独身 从来没有过说议员的质询 不管是市政的 或者部门的 或者专案的 或者是总质询 这四种质询 通通是作为议员或立委 会经历的 你要自己放弃是一回事 但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都是公平的 无分你是在家董 还是市政董 所以今天用抽签 这个方式来决定 要都拌签就好了 对不对 你都拌签 不是 你议员不要同意 你议员只要拌签 你议员可以 你不要同意 你就拌去表冠 不好意思 你就是表冠国民党 因为是多数 就是表决通过 对不对 你现在也是民族都拌签 各行也是 这个是一个意识规则 不能这样便宜 所以有些事情 是不能表决的 是 咨询的权利 这不能表决 就跟人权不能表决一样 那些是书正报告 其实是书正报告 不是总质询 议员大家都想要问 总质询是有排时间的 你也知道嘛 如果议员都要问 这个也变成焦点 我觉得韩市长多花几天 到议员来寻答 这个就不是议题了 现在情况是 臭臭热是议题 对不对 直询的时间被弄掉是议题 现在连直询完以后 被韩粉包围 攻击也是议题 这个 你到底韩国瑜这个市长里面 怎么去继续 这个議会 議会那样白 这个跟韩市长 是啊 这个我说马屁发马腿沙 是啊 你这个跟韩国有什么关系 所以就是议会帮到忙 议会要不要帮忙 那是议会帮助 因为一句话 韩国以后希望六点可以终结束 就是一句话 我总委有意思 我也是说 这是高雄市议会自治嘛 他们自己决定 对啊 只要韩市长一表态说 混到饱 混到满 对 我跟妳讲立刻就 态度又改变了 那又变成是干涉议会 你变成干涉议会 韩国以没有表述 不能问 韩国以没有表述 韩国以没有表述 我举立法院做意思 你想想看 民党现在立法院在多数 如果苏参加苏院长的私人报告 也是这么搞 在野的国民党会不会抗议 好 那我再举第二个例子 国民党在立法院也有多数过 王近平我院长是议长嘛 院长嘛 他是怎么处理的 他当时就是党团 又写第一个 他不表决 他用协调的 对 撒丢 为什么 我知道我国民党多数嘛 民进党是少数嘛 你要跟那么少数的意见嘛 你没有人少到只有二十几十 第一个人先排党团嘛 有党团有党团先直选嘛 再过来呢 穿插 因为国民党人比较多 他算出一个比例出来 比如说国民党 可能有三个 然后民党可能有两个或一个 然后还要顾到什么 还要顾到五党的 韩国瑜 你再看这次这个事情 你现在变成什么 国民党在花多少时间 跟外面解释这件事情 你只能说这个人 改税 你就改税不了 你在选举 你改税这个人 你会通 我想都没有 比如说如果今天高雄市议会怎么做 好 因为是施政报告的咨询 所以我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上 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做出什么 尊重少数的部分 比如说先党团 有党团的党团先 没有党团的 无党级的 或者比较个人的怎么办 然后有没有比例 因为 你这样出来下来 没有人会讲你的话 你也可以做到 你也可以做到六点以前 那个是总组型 不是 不是 政党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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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标冠 人家会跟你说你用标冠 要六点下班 对 你改税不得好 整个收了一个礼拜 都是这件事 可以尊重少数 这个是必定的 因为你议长 副议长 你在坐在那里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所以你现在该选择 如果没有发酵